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诗篇119篇65到80节 神言为宝 求赐悟性 在65节 诗人相信上帝向来是照他的话 善待仆人 这句话所表达出来的信心非常重要 亲爱神的儿女们 我们是否相信神素来是照着他的话来善待我们的 这种信心非常重要 诗人又求上帝将精明和知识赐给他 很多人有知识却不精明 什么是精明呢 精明就是正确的判断 很多人有知识却不会下正确的判断 而正确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记载大卫办事精明 我们也要求神将精明赐给我们 将正确的判断赐给我们 让我们办事能下正确的判断 因我信了你的命令 诗人说我没有受苦以先走迷了路 徘徊歧途 现在却要遵守你的话 一个人徘徊歧途 当然要受苦了 受了苦之后呢就变小心了 就不敢再迷路了 就走路就非常小心 要小心遵守神的话语 上帝本伪善 所行的也善 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诗人一直在反复的强调 他在求神将他的话语教导他 就好像有人说 只要我一天不读神的话 我就会失去力量 神的话何等重要 69节 骄傲的人编造谎言攻击我 想要磨脏我 但是我却一心遵守你的训辞 这些骄傲的人 心蒙知有 他们对神的话语冷淡 神的话语 刺不进去 听不进去 心蒙知有 也表示他们对神的话没有感觉 诗人说 我却喜爱你的律法 喜爱神话语的人 听到神的话会非常的高兴 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 是不是有感觉呢 求神恢复我们对他话语的感觉 诗人很清楚的说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 为了使我学习你的律法 你口中的话对我有益 胜过千万的经营 千万的经营和神的话 都是比不上的 但愿我们对神的话 会有这样的态度 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 求你赐给我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什么是悟性 悟性就是理解力 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理解力 可以学习他的话语 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 因我仰望你的话 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叛逾是公义的 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 我们能否承认这句话 在现实的生活里承认这句话 主啊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 这句话我们记起来 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 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 以慈爱安慰我 愿你的慈悲领到我 使我存活 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 愿我们今天像诗人那样 反复的说 你的话是我喜爱的 你的话是我喜爱的 为什么我们要反复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的话语就是舵 会引导我们去到 我们想要去的方向 就是船的舵 你觉得自己对神的话语很棱淡 兴蒙之勇 那你反而要宣告说 你的话是我所喜爱的 八十节 愿我的心在你的话语上完全 使我不致蒙羞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祝福我的心 在你的话语上完全 我喜爱你的话 我喜爱你的话 我一心要遵守你的话 恢复我对你话语的感觉 主啊赐给我理解力 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将判断力赐给我 应我遵守你的话语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